枕上书,凤九聚收半薪戒指,帝君情断涂鞋,望着媳妇背影默默流泪,电视剧《三生三世》枕上书即将迎来大结局,东华帝君与凤九的感情真是一波三折,在碧海苍铃的时候,帝君撒让凤九脚踏扶君,凤九又害羞又高兴,两人还依偎在一起设计婚房,不仅要在庭院中种上蔬菜瓜果,帝君还负责开垦菜园,这狗粮简直太要命了, 当凤九再次回到九重天之时,他的脑海中全是与帝君相处的点点滴滴,可惜心境却再不复从前,凤九一直忘不了帝君逃婚的事情,所以当帝君拿出半薪戒指时,凤九尽管很感动,但还是将这枚戒指退还给帝君,帝君以为剖心就可以求得凤九原谅,可凤九这次却实铁了心要离开,帝君一个人坐在太成功,眼巴巴看着凤九离开的背影,伤心吐血,因此帝君 只能将爱埋在心中,默默看着凤九离去的背影,独自流泪,帝君与凤九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的误会,凤九为了这段感情付出很多,他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,那么帝君会如何让凤九回心转意呢?